大家好,我是Po 76的小新 我是Rachel Rachel,你貴為我們Po 76的開放式耳機試機專員 今次的NubbingEar Open就交給你了 沒問題,它已經在我手上 我上網看了很多不同的評測 性能上都非常出色 不知道它在聽音樂或配戴感上表現如何 我們馬上看看 開始之前,記得留言、分享、訂閱和讚好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現在來看看NubbingEar Open的外形設計 首先,它是一個透明設計 打開來,底座是一個白色的底座 非常有時尚感 而後面是一個Type-C的充電位 大概充電盒的厚度是19mm 而每一邊耳機的重量是8.1g左右 它用了三點平衡的設計 而耳掛是用了直膠的材質 而拿相手是非常輕便 它平扁的設計是非常容易存放的 看完它的外觀設計 不如跟大家分享它的技術規格 這隻NubbingEar Open的開放式耳機 就是一隻14.2mm泰塗層動圈單元的耳機 它有特殊的設計格膜 減少失真並且加強低頻效果 支援Base Enhanced 技術 藍牙5.3mm和雙機連接 藍牙P碼方面是用AAC和SPC 亦有IP54防水防塵等級 單次充電可以玩到8小時 配搭充電盒可以玩到30小時 充電10分鐘可以使用2小時 支援NothingX App 可以進行音效調教和進階的EQ 它有獨家的CLEAR ROYCE 3.0功能 確保通華清晰 這隻耳機擁有低於120ms的低延遲模式 NubbingEar Open建議零售價是$1,199 現在我們來試試它的配戴感如何 它很貼心地分了左右兩邊 白色是左邊耳朵 紅色是右邊耳朵 我現在戴左邊給大家看看 我先試試看 非常容易帶上去 而且我覺得它的時尚感是非常好的 而剛才戴上去的感覺 因為它很輕,8.1g左右 所以不太感覺到它的重量 而且它的貼合性都非常好 正態的時候,我覺得它的表現 舒適感是非常好的 不知道做起運動來播歌又怎樣 我們現在馬上來試試 接下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差不多了 我去評測差不多了 那你戴著覺得怎樣 我就覺得 應該給你先說 我覺得這款超乎我想像 因為我在其他評測時 他們說很多時候會脫掉 但我自己戴 即使我剛才打這麼激烈的籃球 也很厲害 我也覺得它完全沒有要脫掉的感覺 它貼合度是超好 而且就算我播歌 可能播到5-60%的音量左右 我也聽到你說話 也很清楚 我交給你 也有反應 沒錯 我覺得非常好 你覺得戴著眼鏡配戴感又如何呢 我覺得這款耳機最好的優點是因為真的很輕 令你戴上去完全不感覺到 耳機又掛著一隻耳鎖的感覺 所以剛才我出盡全力地打球給大家看的時候 其實我都走過幾個走籃 其實跳的時候也不會覺得它會有機會鬆 或者它不會有一個感覺給你 耳機是有機會會脫掉的感覺 因為之前有些耳機如果它的重量不夠輕的時候 可能一跳躍的時候 或者動作比較大的時候 有機會感覺到可以鬆脫掉的感覺 但這隻耳機就沒有這個情況 我覺得除了夠輕之外 它的設計有少少在耳朵的單元位置 有少少放進耳骨那裡 這個我覺得亦是令它可以保持到穩定性的其中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我挺喜歡的 就是它的耳機不是面板的觸控來控制大小聲音量 它是按住耳機 左邊按住耳機就會變成一個小聲音 右邊按住耳機就會變成慢慢大聲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不會那麼容易誤觸這個功能 音質方面我覺得這隻耳機其實都挺平衡度高的 它裡面有很多EQ 調校 我用的是一個自己設定的EQ 我覺得它可以做到一個開放式耳機 也有幾次在我旁邊的感覺 它可以保持到中頻和低頻的量 可以很直接地入到耳朵 不會感覺到旁邊的聲音 令到音樂會聽得不清楚 這個我覺得跟它的聲音封閉系統的設定有關 它可以將聲音從單元送到耳朵之外 其他的地方其實它會做回一個聲音反響 令到你會覺得旁邊的聲音會比較小聲 變成你聽歌的時候就容易去專注你聽的音樂 這件事我覺得是它們的Nuffing Ear 做那麼多年耳機在耳機的技術上是一個提升 因為它之前都是做一些入耳式耳機 開放式耳機也是第一隻 它這次用這個系統我覺得都可以補足到沒有ANC的狀態之下 可以專心聽音樂的效果 我剛才試了幾首pop song 其中一首叫Please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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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的音聲都頗出 而且它Balance做得很好 就算我之前試過調校Bass的選項 我又覺得Bass有另一種感覺 如果我做健身或重量訓練 我覺得Bass是有感覺的 即是出了一個節拍感給你 沒錯 很有beat的感覺 所以現在比較輕鬆一點 可能跳舞或打籃球 就可以調校Balance的選項 剛剛小室就用這個iPhone 16 Pro Max 連接了這隻Nothing Ear Open耳機 就用KK Box來聽幾首流行曲 有聽Jace的間歇性優眠 有Ian的作品 以及ERROR的無敵性衣 三首歌其實有不同的風格 有些是beat重點 Rock and Roll 少許的 無敵性衣 另外有舒晴少許的間歇性優眠 特地試幾首歌給大家聽 但這也要跟大家說回 這個人頭咪雖然可以模擬到 人的耳朵狀態 但始終它的設計目的 都不是用來試耳機為主 它是用來錄這個環境聲 所以它比較容易錄到 一些大家平時耳朵聽不到的空氣聲音 但在這隻耳機來說 這三首歌都可以表現到它的效果 例如無敵性衣 它可以出到三頻比較舒服平均的一種音色 它會有一個bass給你 因為平時我們試試開放式耳機 其實如果要有bass的話 它通常都會弄到bass的位置大一點 而去取悅你的聽感 但它很厲害地可以做到一個 舒服自然的音色 即是不用開到很大聲 它都可以給我一個三頻平均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除了是感覺之外 你亦都聽到它的單元在跳動的感覺 因為它的單元相對比較大一點 有14.2mm的一個鈦膜動圈單元 所以在出來的低音上 它可以做得比較硬正和實正 在耳機這麼微細的單元系統中 如果它的單元物料是硬一點的話 其實它的低音可以收緊的程度會比較好 這個其實在開放式耳機 如果用到這些單元 相對來說 它的音色可以表現在中低頻上做得好一點 所以它亦都有一個叫bass enhance的功能 令到低音可以令到更加容易傳到你耳朵之餘 就會和高音同步 就不會有一個散聲的感覺 然後再試鑑翅性優眠 一些慢一點的舒晴歌曲和鑿都一樣 你會聽到在現場來說 其實現在這隻耳機 我覺得它最大的利益都是因為夠輕 所以你甚至戴著耳機 好像沒有戴耳機的感覺 而聲音又會從耳機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個很舒服的開放式耳機的感覺 一個效果出來的 所以剛才在聽歌的時候 也可以和Hugo 聊天 也可以和Vitro 聊天 中間雖然我在聽的音樂 我都不會因為要聽他們說話而收細聲音 而亦都可以清楚聽到他們說話 這件事我覺得是對做運動也好 或者對於一些不喜歡入耳式耳機 塞實的耳朵來聽歌的朋友 是非常之好的效果 其實我也有教了一個我個人化EQ 而這個NutbingX的App 其實在EQ上可以做得很細節 但它亦都有一個很簡易的方法 我們先看看App App其實很簡單 你會看到在左手邊的三滑 其實就有耳機 現在我就連接了這隻EAR OPEN 然後我們進去的時候 看到耳機在這裡 就會看到有一個電量 左邊100% 右邊95% 這些情況其實都很正常 有些朋友可能經常都會以為 兩隻耳機應該一模一樣 但其實我所見那麼久 還未笑的一模一樣 而下面就會有一個均衡器 即是EQ EQ 裡面其實都有兩款 一會兒跟大家進去EQ再看看 另外控制的地方 其實就是可以控制耳機的功能 那個Sensor 按一下是怎樣 按兩下是怎樣 這個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按緊它的時候 就會大聲或細聲的功能設定位 右上角的齒輪其實就很簡單 有一個低延遲模式的開關 以及雙耳機連接的開關 另外還有一個尋找耳機的功能 下面就會有一些基本的Information 這裡簡易的位置 你會看到有一個三個型的東西 就會顯示中高低頻這三個定位 簡單一點就可以設定到一個好的音效 現在這個狀態之下 譬如中音加1 低音加2 以及高音加5 在Lubbing Ear 開啟的耳機 聲音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就算做到最平均 以及聲音的質素就會最好 另外它玩得深入一點的 就會有這個進階 進階其實它有這麼多段頻率 給你調校 但是最厲害的一個地方 就是你點了一個位置 譬如你現在點了20Hz 然後下面還可以調校頻率 是20Hz裡面的哪個頻率 所以你會看到這裡 你還可以調校到20Hz之外 可以微調20Hz至30Hz中間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就讓一些很專業的人士 知道究竟每一個頻段 究竟怎樣使用的朋友去使用最好 但是要在這裡調校到好的聲音 就不太容易了 反而一般的用家 用簡單就已經非常方便 可以得到好的聲音了 基本上NutbingX的App 就是這麼簡單的 現在不如跟Vitro 嘗試一下這隻耳機的通話效果 究竟又會怎樣 我現在就打給小室 來看看它的通話效果如何 我現在是用這個iPhone 15 Pro 連接了這個Nutting Ear Open的耳機 我對面已經連接了小室的電話了 Hello 小室 Hello 你好Rachel Hello 我現在連接了這個耳機 你聽我的聲音感覺如何 剛才你開了一個開場白 接著就說了一大堆東西 我覺得你的聲音 其實是偏中高頻為主的 還有一點點電池聲 但是在那個音壓上面 是非常非常足夠的 現在在我的電話上來講 其實我只可以用50%的音壓 就已經足夠聽得很清楚你的聲音了 那我又講一下我這邊的音量 那我覺得你這個聲音 聽起來是非常之清楚 大概是中頻左右 又不是說很高音的 但是我是要調到最高 可能80%的音量 聽你就比較清楚了 那你現在呢 因為我現在是處於一個籃球場 也都有一些樹、風聲 但是聽你那邊 你的環境現在是怎樣呢 其實我這邊的環境 這裡沒有什麼風的 那就是有一點點 對面那個冷氣機的空氣聲 因為旁邊有一座樓 有些冷氣的空氣聲 但是基本上就沒有太大影響 我聽你的效果 那你聽我的效果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覺得 即刻有一些吵話 完全沒有 它是完全剪掉 只有你的人聲 所以我聽的時候 是覺得很清楚的 那我又考慮你了 這隻Nuffing Ear Open的耳機在通話上面 它有什麼技術 來令到你聽我的聲音這麼清楚 我知道 我知道 它是用了Clear Voice 3.0的技術 再加上AI增強技術 所以它就聽起來很清楚 而且它收錄了2800萬種不同的聲音場景 作為樣本 所以我相信 它在無論任何的場景 都可以聽得很清楚的 嗯 果然有做功課 非常之不錯 好 那我們見面再談 好 拜拜 拜拜 剛剛我跟小室通話完畢了 不知道大家聽起來的通話效果又如何呢 歡迎大家留言留言告訴我們 接下來當然是嘗試這隻耳機的流音情況 開放式耳機最忌忌 就是聽歌的時候 有流音 是的 所以現在就直接 我們就開這個電話的80% 嘗試這隻Nuffing Ear Open 流聲情況是怎樣 站在你大約半米左右的距離 我自己是聽到有一點點雜音 但是不太能聽到音樂的 就是字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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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電量的聲音 我是很有趣的 甚至我現在都聽得很清楚 歌詞音樂所有東西 但我都還聽到你說話 是嗎 80% 都聽到 現在直接我們跳到100% 這個音量是我才能頂得住 因為都有點瘋 但其實這隻耳機去到100% 都未算是超級大聲 不會令到你的聽覺受損 那現在這個100%狀態你又覺得怎樣 現在聽得多了人聲 但反而音樂都還好 那我就已經不太能聽到你說話了 而且我只是看你的口型去猜你說什麼 那應該就聽到一點點 是的 但其實就算我們這麼近的距離 我還是聽到一點點聲 這個100%已經 因為很少會開到100%那麼大聲 看來我們試完之後 我覺得這個耳機的漏音情況 都非常之輕微 嗯 表現相當之不錯 這隻耳機的連線穩定度 我覺得是非常之高的 因為基本上我上班的時間 由觀塘搭車來這裏 經過很多不同的位置 我亦都有走過一路 基本上那個連線是未轉過的 亦都沒有甚麼古靈精怪疾聲 所以基本上我相信用得AAC或SBC 這類型的曲折 在連線穩定度上都很成熟 那現在大家聽到的聲音呢 就是經由這隻 Nuffin Air Open的開放式耳機收回來的 特地在這個地鐵站上就聽聽 那麼吵雜的一個聲音 可以聽一下 那這隻耳機呢 其實在街上用來説 如果你入常上班搭車的話 其實開放式耳機始終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你是耳朵開放著 所以其實車聲啊 人聲啊那些聲音 相對來說 其實是會進入你的耳朵 所以就算是你聽著這個音樂 或者是在看這套YouTube也好 那個聲音的效果 是會沒有我們耳朵那麼直接的 但是呢 這隻耳機的最大的音壓 又比較常不少 那所以呢 在如果聽一些的Podcast 或者是YouTube講話的節目來說呢 就需要 可能要看下節目來的幫助 但是聽歌來說呢 初發都可以聽到的效果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般玩開放式耳機 以及耳式耳機的最大分別 現在是9點32分 今早我上班的時候 大概是9點鐘 用了半個小時左右 那現在這一隻的 Nuffin Air Open的電量 一邊就是95% 一邊就是90% 那我會一直播歌 看看一會兒 一會兒 那個中數續航力 可以去到多少 現在就是14點02分 大概5個小時 那現在這隻耳機 裡面還有45% 和40% 即是差不多用了一半 那續航力應該都可以堅持 Rachel 今天很開心 又可以跟你在這裡玩一個下午 那是這隻Nuffin Air Open的開放式耳機 首先這隻耳機 其實是Nuffin Air的第一隻開放式耳機 那我自己就試完出來的效果 其實都很滿意 而且我覺得他們就算是第一次做都好 其實都吸納了很多開放式耳機 必須要有的元素 譬如輕 音色上要保持類似聽聲音的感覺 另外在續航力上都可以保持得到 不知道你又覺得怎樣 我在做運動的時候 我覺得很驚喜的就是 就算我怎樣移動上下 或者左右移動很大幅度 它都沒有跌下來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的貼合性非常之好 它裡面是有一個油性泰絲 這個直膠的耳掛位置 所以無論是你怎樣去屈它 或者劑壓它 它都可以回到原位 那你覺得很重要 所以是適合很多不同耳朵形狀的人 還有它的音色來說 比起我之前試過的幾個開放式耳機 我都覺得這個是特別清楚 而且它就算平衡 很平衡 它最基本的設定 已經可以聽得很好 而且你又喜歡它的低音模式 令到Beat會更厲害 你做運動的時候 情緒又可以澎湃一些 沒錯 它可以教你 如果做不同類型的運動 就選擇不同的模式 沒錯 我自己就覺得 除了耳機之外 它的盒子其實都挺正的 因為一般來說 通常耳機盒都會特意做小一點 它就玩一個長方形 但用一個很薄的方法 去安裝耳機 方便大家放入褲袋 放入衣袋 其實都非常輕便 而且價錢方面也不會太貴 因為1,199元這個價位 其實相對來說 市場上有很多不同品牌的開放式耳機 其實都是類似這個價位 但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的耳機非常輕 因為它8.2克 就比同類的產品 其實通常都會變成十幾個g的狀態下 它就會是最輕的一個開放式耳機 所以它會帶的感覺 是會非常之舒服 我想相上都試得差不多 我今次試這隻耳機 除了在這裡試之後 我之前出家也試了很多次 這隻耳機我給的評分都不錯 非常之高 唯獨試一件事 我都想說回 因為它本身說 就支援這個Check CPT 但現在暫時來說 這個功能在香港地方 好像支援粵語方面有點差 不懂得聽廣東話 所以如果它可以儘快 將AI這些功能都搞定 它就變成不是一個 純粹聽歌或者看片的一個工具 可以變成一個小小的私人助理 沒錯 這也是一個未來的大方向 Nuffin 我相信它是有機會 可以做到這方面非常完善 今天就謝謝Rachel 謝謝小師傅我做運動 真的辛苦了我 下次我們除了有開放式耳機 還有其他可以外出玩的 一些Gadget產品 我都找你來幫忙 對呀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Share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